阿嬤 阿嬤 其實我有一陣 大概差不多二十幾歲退伍之後 我很常常去拜阿公阿嬤的夢 無言我就去 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就覺得說我有今天是因為阿公有阿公阿嬤 才有我爸爸媽媽 現在才有我一種感恩的心情 其實我去 我去日本如果沒有買花 沒有買水果 都沒有買 沒生日 你沒有帶杏仁果 妖果 開心果 沒有 那時候因為老實講也沒有錢 我就是去幫他騷騷騷騷騷騷騷 大概是這樣 就說孫子我是誰來看你 這樣子 但是我希望你有那個能力 可以保備所有的子孫都健康平安 我是這樣子講 我也沒有跟他說要發財 我是覺得健康平安比較重要 我這樣講到底對不對 對啊 他真的會保佑嗎 我覺得這個也是你自我的暗示 跟那個信念轉大 其實是你自己給自己的力量 我覺得 我不是說保庇我 保庇所有的人 保庇所有的人 要跟一個母子 這兒孫這麼多 這個母子你說好 兒孫到我們都好 沒有 所以你不能去迷信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尊敬祖先 聖宗聖我們贊成的 你要考慮到各行各業怎麼生存 對 不然你去拜你們祖先的夢 你都怎麼說 你都沒有拜 沒有 我不是長行 因為我常常在國外 我回去我就手跟你一樣 我認為說 比如說 我阿公會沒有 我阿公孫四十幾個 他要保庇什麼 總保庇啊 不可能 我也有唐兄弟出大使 也有唐兄弟非常飛黃騰達 你怎麼說 是不可能的 他們是根據羅盤定說 印一三五二四六的嗎 沒有啦 依我們的研究 風水來講的時候 以我的研究 以風水也有運 就是我們楊宅什麼也有運 他有三元運 所以他不是說 在那裡就英文一世人就好了 我獎就好了 他有運 同樣的道理 他講的嘛 哪有一三五 以風水 以風水啦 我的觀念 我講一下 我是覺得就是說 就是因為一種感恩 那是我們很大的恩人 恩人 如果我們對恩人都不理不睬 我就覺得這個人其實是 就是 不應該 不應該 對你最好的人 你就這樣對他 其實你怎麼可能對別人 就像周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有時候是聖宗追遠 其實在於我們其實是 這種儒家教育 我們是潛移默化在教育 我們下一代 是這樣子啦 我們這些儀式的過程當中 無關信仰 無關什麼 就只在說 一定會去掃墓 你就會好起來了 你不談不來好起來了 只如我們透過這個形式 我們凝聚一個家的相性力 告訴他 你不談不來好起來了 只如我們透過這個形式 我們凝聚一個家的相性力 告訴他 你抱受到你那個 抱歉 黃老師要抱歉 沒有啦 我滿同意很好的 他一個心 過意不過去 對 就心意的問題嘛 對啦 剛剛許老師一講嘛 哪有一定要親民 有心意就去了嘛 OK 看一下影片好不好 好 你幫你拔船 下 浩子 他要開什麼鍋 對 還是要開 伏提心 一樣 一樣也是伏提心 所以你改他設計嗎 對 這是 其實這個 當初雛形 兩生年前 其實爸爸那時候還在的時候 就有提過 然後要租 要做一個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台北市的那種 就是 焚燒的那個法規 很嚴格 現在就覺得說 乳很很小 你說以前那種早期那種 很大的領廚 你是要先看完嗎 沒關係 你說 對 我可以這樣說 好 你為什麼要燒這個給爸爸 這個東西的雛形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現在台北市很多地方都不能再燒 那種所謂大型的領廚 就算有時候可能有些家屬他說 我在南部有認識 我在紀詠有認識 他做了一間很大間的 可是到焚化爐的時候 進不去 進不去 你就還要拿剪刀在裡面 聽到有的沒的 然後那個家屬其實心就會揪在一起 就會覺得說我今天燒了一個 那麼大的房子 然後進去之後 又要被拆得這樣自力破碎的 那個領廚是放焚化爐燒嗎 不是在場外這樣燒嗎 就沒有 沒有地方燒 就是金爐 就是那個比如說兵衣館那邊的金爐 OK 那個就整個拆光光 媽媽那時候我記得還有家屬問我爸說 這個我是不是還要燒這個公人 去裡面幫他組裝起來 幫他組裝起來 對 所以爸爸那時候就有說 那我們其實就要去 去符合這樣的一個需求 你有帶來嗎 有 我有帶來 我看一下好不好 為了因應現在金爐的大小 所以 人家都變金絲花了 北部現在有些地方 不見得能夠燒到這麼大的 哇 哇 會燒 哇 哇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爸塞這台 蛤 你爸塞這台 沒有啦 那個是塞房車 有時候我們要載狗出去玩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有養子 你爸在哪一間 那台是什麼牌 嗯 上面是米之鼻子 你不敢玩一台便宜 你有樓梯也有電梯 對 對啊 這裡還有一個陽台 還有一個椅子 你爸在哪一間 衝得比較舒適 來這邊這邊這間 就中間這間就對了 煮我啦 最頂頭這間 還有佛堂 它泡在哪裡 泡在哪裡 泡在裡面 裡面那邊 泡在喔 對 待會可以特寫一下 請問我 它沉香在哪裡 喔 真的 它的高粱酒在哪裡 這麼多東西 可能會害到我們爸再說一下 你笑到沒有意思 你爸那高粱酒咧 這個要再找 都不怕嗎 有啦 也是有啦 對啊 這我們私底下在聊啦 我們再準備給你 你敢要給他釣一罐酒 說沒有啊 找不到他爸的酒 那你面前還剩菩提心喔 對 做得太好他就對了 因為 其實這個 燒這種紙紮綁物 就像跟我們講 有時候這就是我們生人 對於我們親人的一種心意 對 就是因為 那你也放他印嘛 菩提心是做編章的 他現在去那裡就做編章的 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 怎麼講 我 我先補充一下 就是說 當初就是會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因為社會上有這樣的需求 比如說 因為我們北部現在也在分燒 我們看到家屬的需要 那爸爸是 不好意思給你批評一下 你爸沒有在社群庫幫忙 你沒有做便宋 我回去再加一下 你到底沒有便宋 有嗎 有有有 套房裡面有 OK 就是說我們為了因應要 像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做成這樣 那其實那時候 爸爸常常跟我講 因為他知道我會拍影片 會攝影或幹嘛的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 在外面忙的時候 其實我也一直口頭上 雲諾他會答應他 說我要這樣做 但是我其實沒有做到 那是等到最近這一段時間 就好不容易可以沉澱下來了 那我就花了一些時間 把當初答應爸爸的事情 再重新把它做包裝起來 然後拍個影片 然後因為剛好 再過兩天 就是剛好爸爸 就是離開地兩百天 那我就是希望說 把這個東西獻給他 那這就是 我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我們的心意 至於爸爸 他在另外一個時間 他能不能夠受得到 我坦白講 我就不知道 也沒有人可以真的跟我講說 我爸受不受得到 可是我覺得他的意義在於 你在做的這個過程 有深深的對父親的懷念 跟你為他想要盡一點心意 假設他可以受得到 你的這個思念跟懷念跟心意 那買的人有沒有心意 買 誰 如果說這個是在賣嘛 商品 比如啦 那買的人有沒有心意 有啊 他花錢就有心意 有啊 欸 我挑的過程 就是一個心意啊 我就要想啊 而且坦白講 這種紙紮物都是定做嘛 對啊 這我們都是定做 都會根據 需求啊 對 王者的需求 其實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你說那個王者有沒有收到 我都覺得還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生者的那個懷念的那個情緒 那個心意呢 有被走一遍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覺得 可以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是安慰了這個 安慰生者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為他 盡任何力量的 安慰生者 的這個加速 這你自己黏的嗎 這我自己黏的 你黏多久 差不多半天吧 才半天 哇 那很厲害耶 其實你做這個心情很快樂對不對 對啊 就是怎麼講 一種心靈上的寄託 就覺得說生前其實 因為我那時候有 在做的時候自己也在想 因為 爸爸年輕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沒有家 我們那時候對於家的這個概念 也形象上 家什麼叫有家 是家人聚在一起叫做有家 還是有房子叫做有家 家人在一起 家人在一起叫有家 那可是當爸爸辛苦那麼多年的時候 然後好不容易有個可以居住的家 可是我沒有在他心裡的那個家居住的 對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心中有個很大的缺憾 沒有辦法去撫平 像我們有時候跟家屬互動也是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生者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對於親人的思念 常常會因為說 我們自己其實會找很多月的理由來折背自己 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好 做的還不夠周圈 所以總是會有一個很大的缺憾 在心中有一塊沒有辦法去撫平 而我們的做法就是在於說 我沒有辦法實際告訴你說 燒這些紙錢燒這些房子 燒這些等等的東西 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用不知道 但是至少可以彌補我心中的一個缺憾 而且其實我問過一個喇媽 我覺得她講的還不錯 因為從她的那個角度去思考 也許我們就有機會 把自己的心靜下來 把日子能夠繼續活下去 我問她說 你對放不下這件事情 有很多感情放不下 小孩放不下這個放不下那個放不下 我說對放不下這件事情 那你的宗教是告訴你要怎麼去面對的那樣 她說什麼東西放不下 我們的宗教不用一輩子來看這個事情 就是不是用這一輩子放不下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生命是無限的延續 就是說今天這個離開了 就不是永遠的離開 所以沒有放不下 因為在來世 我們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我們會再聚 這個緣分會再聚 也就是說生命會有盡頭 可是愛永無終止 他們其實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看待 然後我就說那你對 你有想過你死了會去哪裡 她說那要看你對死亡做了什麼準備 我最近不是很聰明 而且她才30幾歲的喇嘛 可是那個氣定神賢 我覺得她從小 這個宗教的一個洗禮跟訓練 他們一直在探討生跟死 跟執著放不下的這樣的一個功課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會給你一些想法的 所以小冬瓜我要跟你講的說 沒有放不下 因為是這一次緣分到這個 可是緣分沒有盡的 OK 無盡的 我覺得要等一下喔 等一下再回來 冬瓜你住這裡住得這麼順序 每人也有朋友 你都叫我去擠 大家都不會去擠 那我要住哪一間呢 我們現在做公寓大廈 對啊 每個人都會去玩 那 等一會兒去玩 那 等一會兒去玩